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长久以来物理学家都认为自然具有不同形式的对称性 在与现实世界相对的镜中世界左右被颠倒物质变成了反物质 但现实世界的物理定律在此仍然成立 然而一些基本粒子的衰变过程让这个说法受到了质疑 1956年杨振宁和李正道提出理论 认为在弱相互作用中与称不守恒 这个理论随后被古六十原子的β衰变实验证实 杨振宁和李正道凭什么能得诺贝尔奖 读懂诺贝尔奖官网杨振宁主页的这一段介绍 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对称性是推动物理学发展的基础原则之一 也是物理之美的代名词 而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真理本身 物理学家们相信 大自然应当遵循一套美丽且单纯的基本设计原则 而对称性就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物理学中 如果我们对物理定律进行某种操作 而定律仍然成立 那我们就说 这个物理定律在某种操作下是对称的 比如说 不管你如何转动自己的视角 从任何角度观察 篮球都会按照牛顿定律的预言掉入篮筐 也就是说 牛顿定律在旋转操作下保持不变 因此具有旋转对称性 实际上至今为止 人类发现的所有物理定律都是旋转对称的 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种显而易见的对称 也就是镜向对称 或者叫左右对称 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普通人 都默认镜子内外的世界遵循着同样的物理规律 虽然在镜中 人的左右手互换了 但篮球仍然会在牛顿定律的指引下掉进篮筐 也就是说在三维坐标系经过镜向变换 其中的一维被反转之后 物理规律仍然不变 物理学家把这种对称性称为 与称守恒 和其他对称性一样 与称守恒被默认成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 按照李正道的说法 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 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 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在内 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1956年 十年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正道 联手击破了对称性的神话 那年5月 杨振宁开车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找李正道讨论某个奇怪的粒子问题 随着讨论的深入 一个大胆的想法击中了他们 如果放弃对称性原则 假设与称守恒 在四大自然力之一的弱力过程中不成立的话 那就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难题 一个月之后 杨振宁和李正道在物理评论期刊上发表论文 正式提出了与称不守恒理论 虽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大自然都遵循与称守恒 但是在弱力过程中 与称却是不守恒的 就在这篇论文中 两个人还附上了检验与称不守恒理论的实验设计 其中之一就是去研究 古六式原子的β衰变 在由弱力主导的β衰变过程中 衰变的原子核会放射出电子 还有另一种无法被观测到的中微子 从上往下看 我们把顺时针旋转的原子核的自旋方向 定义为向上 与此相对 镜中世界左右颠倒 此时镜向原子核逆时针旋转 自旋方向向下 关键就在这里 假如原子核放射出的电子 在自旋方向的两侧 有相等的出现几率 那此时 镜子内外的β衰变状况完全相同 这说明与称是守恒的 但是如果实验发现 原子核发射出的电子 集中在自旋方向的某一侧 比如和自旋方向相同的那一侧 那此时 镜向原子核射出的电子 却会集中在和它自旋方向相反的另一侧 这就意味着 镜内外的β衰变过程并不相同 与称守恒就被打破了 越大胆的假设 越需要小心求证 在遭受多次拒绝之后 杨振宁和李正道终于说动了 另一位华裔物理学家 吴建雄 来进行实验验证 这位实验和物理界的女皇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美国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中 把整个系统的温度 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 零下273.147摄氏度 来进行实验 吴建雄团队最终发现 在古60原子的β衰变中 电子主要从一个特定方向射出 弱相互作用中的语称不守恒理论 由此得到了证实 现代物理学诞生以来 对称性 这个物理学家们示弱珍宝的信念 第一次被动摇了 如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一样 对称性 曾经被认为是物理学中 不言自明的功力 在杨振宁和李正道的论文发表之后 量子力学的先驱之一 泡利 仍然断言 我不相信上帝是个轻微的左撇子 我准备拿一大笔钱打赌 实验一定会得出对称的结果 杨振宁和李正道 凭什么能得诺贝尔奖 因为这两位年轻人 在对称性原则上 撕出了一个缺口 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情况下 证明了大自然的确区分左右手 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物理学的走向 这期稿件涉及到的专业内容很多 所以感谢松鼠慧 施耀登老师 和科普君水树老师 对本期稿件的支持 欢迎大家关注他们的微博 顺便关注我们 谢谢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 我准备 请您推进